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众所周知,斗罗大陆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 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,都能决心属于自己的武魂 而我们都知道,魂师的武魂其实是由魂力凝聚而成的 因此,只要拥有足够的魂力,那么武魂就不会出现残缺或者破损的状态 但也并非是所有武魂,都是不会被破坏的 其中堂号的浩天锤,曾经在于千训记一战之后,就变得破烂不堪了 相信原著粉们也都很好奇 契武魂明明是由魂力凝聚而成的 那么作为96级的封号斗罗,堂号的浩天锤为何会如此破烂呢? 其实对此大师心理是很清楚的 堂号当年与千训记一战时,虽然将其重创了 但自身也是遭受到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因此,他的浩天锤武魂才会出现坑坑洼洼的情况 这也能证明,当初堂号与千训记的那一战 虽然堂号拼尽全力,击败了千训记 但是自身魂力也损伤不少 所以这么多年,他一直隐移于圣魂村 但是堂号为什么一直没有修炼好天锤呢?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?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